這個病毒真是很新 雖然說三年 我們還是不停地在學習 關於這個病毒的怎樣傳染 我們怎樣可以保護大家 所以在疫苗那裡 學問也是很新的 究竟我們這一刻是不是知道 明年已經正式怎樣做 我不相信我們可以很肯定 100%說出來 而又是這樣 如果真是我們每一年都做一個疫苗注射的話 都真是要不停地去看我們的數據 究竟那個幫助到病人有多少 究竟那個不良反應會有多少 這樣會不停地去改變我們的政策 怎樣去做 至於我們將來 應該是不是要強制每一個人去打針 其實這兩年大家都看到的就是 市民也都有他們自己的意見 而市民也都會有他們自己的聰明的選擇 當他們是察覺到是有那個需要的話 而當他們那個訊息給到他們 教育到他們為什麼要打針的話 我們都看到市民是會肯去打針的 我會很希望大家就會自律這樣去打 尤其是那些高危的人士 大家也都知道 上了年紀那些80以上 很多不同的病痛的人 他們真是中了那個病毒之後 那個風險是很高 我很希望他們真是會認識到那個病之後 還有那個疫苗的保護的作用之後 是會自己去打 然後 還有